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晚间在新庄落网 金融警察局将检信男子带回金融警局征讯后 再解送台北地检署归案 小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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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三名 找个名字 杀人未睡犯检信男子 在逃亡四天之后 22号晚间在新庄落网 来 走上来 走上 金融警方将他押送到警察局第十分局征讯 警察局长翁群能亲自对外说明 检嫌在脱逃将近五个小时以后 医疗的院方才通知我们 我们接受报案以后 就非常的投入 组成状案小组 那本市的市长 以及现任的黄明昭黄署长 那都非常关注这样的案件 那今天特别在借这个机会 非常感谢 我们通报了以后 新北市警察局 台北市警察局 刑事警察局 大家的通力合作 然后情资的分享 由新北市警察局 新庄分局将检嫌逮捕到案 新北警方是在22号晚上7点半左右 在新庄区 双峰路一处公寓大厦 将他逮捕到案 当时他已经变装 换穿其他衣服 我们的专案小组了解 他是坐公车就是在新庄活动 在新庄住 所以这个包含他的活动轨迹 什么都在新庄 他的习性都是 就是 其实他的 从我们第二件事情发现说 他其实不太吃不太睡 有时候会喝个饮料 那这个其实并没有去 比如说 在提供免费餐饮的地方来取用 所以说也增加了一些茶区的困难度 完全全程走步行 那步行的方式 他比较喜欢走巷子 甚至说他会来回来走 隐匿在这个棋楼等等 所以这个在钓鱼监视器的部分 会比较会有使教来 需要说仰赖各个店家 住家的一个监视器来辅助来钓鱼 由于检心男子遭到基隆和台北两个地检署通缉 警方将在征讯之后 将送基隆地检署 再解送台北地检署归案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再等一来看住在七独马林深山内 现年56岁的陈宝晴 从小因为脑膜炎 智力受损 停留在大约一岁 无法说话 手脚萎缩 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善心团体 星光爱心协会 和副议长杨秀玉德之后 特地前往探视 捐赠慰问金 帮助马林陈宝晴 没有办法讲话 也无法跟人沟通 只能够发出一一啊啊的声音 再加上手脚萎缩 也只能够在地上缓慢爬行 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这种情况 在现年56岁的陈宝晴身上 已经持续了56年 出生6个月时 就因为住在深山里 交通不方便 高烧无法及时就医 最后导致脑膜炎 智力受损 停留大约在一岁左右 多年来全靠家人的照顾过日子 但是随着爸妈过世 兄长逐渐老迈 再加上当年母亲担心宝晴 未来没有人照顾 因此设定他持有土地 并且有七位共同的监护人 没想到土地是随土保育地 持有人高达一百多人 宝晴自己也没有办法写字 因此抛弃土地继承的复杂性高 导致无法申请为低收入户 以及请领必要的社会救助 哥哥们都非常无奈 虽然是应该是经济上我们人籍都大了 然后他不好照顾外老不好亲 然后我们是想说有七个可以代替我们 因为像我二哥太老了退休了 我三个是务农的 然后我是打杂工的 所以我说经济上是有些困难 他从小就几个月就变这样子了 陈宝晴的哥哥们指出 由于陈宝晴完全无法辨识 什么能够吃什么能够不吃 又居住在山里面 以往也发生过陈宝晴随手抓癞蛤蟆 蜈蚣昆虫等来吃导致中毒溃疡 善心团体星光爱心协会和同样也是协会会员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得知这件事情后 特地前往探视捐赠将近三万元左右的慰问金 希望抛砖引玉 呼吁社会各界和政府可以伸出援手帮忙这家人 四个兄弟 那也都年轻都一定慢慢都老了 那对于这个妹妹呢 是非常非常的有感情 那我希望说我们透过媒体呢 来更了解一下这些深山里面最有温度的故事 他们一家人都对这个妹妹 都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对她 非常的爱护 也舍不得把她丢丢丢弃说 这个丢到哪里去 完全没有 我就觉得这一点让我真的是很满满的感动 但是在经济上的一个就是缺乏 那因为长期性这个每个月的费用 要好几万块 所以我希望说基隆金的新闻 还是希望我们社会人士能够多多帮忙 还有我们社会处事不能伸出援手 怎么样请一些善心的机构来协助 对于家人们多年来对陈宝琴的不离不弃 照顾上又陷入困境 副一长杨秀玉一时间也红了眼眶 陈宝琴的哥哥们表示非常感谢 包括星光爱心协会和副一长杨秀玉等爱心团体 和善心人士的帮忙 近年来虽然有请外籍看护来照顾 但是因为陈宝琴的情况实在太特殊 除了无法沟通 照顾上本来就很困难 陈宝琴晚上不睡觉又会一直哭 让外籍看护都坐不久就会离开 逐渐没有人愿意来接手 兄弟间手头都不宽裕 多年下来更花费大笔金钱 在照顾妹妹陈宝琴身上 大家都越来越老 经济以及体力和精神上也无法负担 只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可以协助他们 找出办法妥善照顾陈宝琴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捷运还没有动工 预估的施工经费就已经开始暴增 让市议员们非常担心 如果等到真的开始动工新建 基隆市恐怕要负担100亿元以上的经费 可能会拖垮财政 基隆捷运还没有正式动工 预估的施工经费就已经开始暴增 特别是基隆市原先预估负担47亿多元 一下子就跳到要负担72亿多元 基隆市议员非常担心 因为缺工缺料物价上涨等因素 等到真的开始动工新建 基隆市恐怕将要负担100亿元以上的经费 会不会拖垮基隆的财政呢 我们基隆市的捷运所负责的经费 原本是47亿 那一下子没有几天就跳到72点多 72亿多 那这一下子真的24亿多 那这在未来的话 到完工之前还有9年 未来的整个延误掉 整个工资的增加 这一些会不会未来的经费 是带给我们这个有关捷运 会带给我们基隆市政委一个 一个前哭 市长在市政总报告也有提到 捷运工程费因为缺工缺料的问题 所以调高到72亿 我们基隆要负担的比较多 所以是不是能够请我们交通处 这边尽快来执行 以上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真的不是直辖市 我希望这个是重大的建设 我们基结跟我们机场捷运 跟我们基隆捷运 是一样的建设 不要让我们基隆 不要让这个重大的建设 来拖垮我们基隆的财政 我希望能够反映 因为你看之前从17亿到53亿 炒翻天 那现在慢慢慢慢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在缺供缺料 未来是缺越多 你之前是从48亿 然后现在增加24亿 72亿 我在这里敢保证 以后一定破百亿 短短的十多公里 我们不是直辖市 那不然请中央把我们升格为直辖市 多给我们一些补助款 它不能让我们地方来买单 主管单位基隆市政府交通处表示 市政府已经成立轨道建设基金 下半年将开始跟工友航库来借贷 未来基隆捷运建设经费 会从这里来支印 新北市捷运局他们大概盘点出来 第一阶段重规 可能会增加将近到1100亿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基隆市照以往的负担 大概会增加70到72亿元 那新北市包括侯友宇侯市长也出来 说明这个基隆捷运 它会造成基北北三个市的一个负担增加 但是大部分还是会由中央来做一个支印 那这个部分呢 后续我们整个基隆捷运建设经费 市长也跟各位一座报告过 我们今年下半年会成立一个是 应该是抱歉 应该是已经成立一个基隆 我们轨道建设基金已经成立 那下半年呢 我们会透过跟工友航库 来所谓的做一个借贷 用透过公共债务的一个方式 所以整个未来的捷运的一个建设经费 会从这个基金里面 从工友航库借贷来做一个支印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有民众陈勤 体育馆前空地 汽机车停满满的对行人很不友善 附近的中兴国小学童被迫走在马路上 事议员陈宜接到民众陈勤 邀及相关单位会刊 一块关心 这也是围栏 那边围栏 还有这里 这里一个停车阁 小孩子上课下课都没办法出路 出路就不方便 不然就是要画一个人行道 专用道出来 这样行人比较安全 民众长期观察 发现体育馆周边 铁栏杆 花圃 甚至是公务车停放区 门口栅栏 都让行人走起来很不友善 孩子那下课 中兴国小还有这些游泳的人 那下来走 走这边马路 这些都是车子在跑的路 你应该留一条路出来 不然这个车子留了停车阁 怎么办 市议员陈宜接获民众陈勤 邀及市政府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但议员却透露会刊时 现场却意外的整齐 跟平常停车的乱象大不相同 对于学生上下学 和行走的路人来说是一大困扰 毕竟现在他们的公务车 跟民众的机车停在外面 就没有空间了 那我们体育馆呢 近期从去年的跨年晚会 跟近期的篮球的比赛 还有一些楼梨球啊 或者是太极拳等等的一些 全国性的比赛在这边 那其实基本上在这边 通行的是相当危险的 到场会刊的市政府人员表示 公务车停车阁 目前只有公车处在使用 预计在五月底就会移走 而学童的通学路径 基本上不会行走这条空地 开太大的话 那机车会进来 会更增加小朋友的危险性 行走的危险性 他们现在下课 老师就从这边带出来 再从这边走 有住那边的人就住那边 安心班的人 小朋友就在这边就接走 会看结果 针对花圃拆除 或者化设通学步道 市政府7月将有新案重新招标 将一并纳入检讨规划 而市议员陈宇说 体育馆经常办理大型活动 对于行人的徒步空间 停车需求 都应该要妥善规划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再带来看仁爱区 仁一路及仁二路 因为店家林立 有调整设置 及取消机车格的需求 市议员曾敬妍 就邀请市政府相关单位会开 希望能够提出改善方案 仁爱区仁一路 靠近严明派出所附近 因为停车需求大 平常都有车辆停放路边 但地方住户 争取设置机车停车格 考量附近有幼儿园 学童上下学 市议员曾敬妍 邀请市府单位 和地方居民 研议停车的需求 在附近 应该是281号 291号 有一个幼儿园 那幼儿园前面的话 我们想 为了要让幼儿 能够安心安全地下山车 那我们来增设黄线 那在这边也请 警察人在配合一下 那理想有建议说 因为这个地方 还是要有幼儿园 在上下车 大概走 然后上面的话 也请我们基隆市的 交通处来折射 预设脚压 然后禁止 我们在我们停车 能够让幼儿园 能够安心地上下车 而同样 临近的爱事路 仁二路 191号前 周边都是家具街 货车进出频繁 但周边的店家门前 都已经划设机车停车格 市议员曾敬妍 接货店家陈勤 希望能够取消 部份机车停车格 改划设为黄线 拒绝可以说末路 因为这些都大卖场 一些大家都去那买了 这座末路去算 也很久都 有的店没人住 好不容易 有 我如果说吃的地方就逢 这开吃的一定会更逢 所以这座顶子里面 真的 你说顶子都没有油 人家买里面 买面 真的晒一下就过 一定没有人要进来 所以把这个 这个机车格给他 给他化跳 也是可以临艇 买个东西可以走 也会带动我们这边 末路这么久的 的地方 让人要来这里走 现在生日也没说 疫情多年了 有民众来乘勤 那在人俄路的191号前面 有四个机车停车格 那我想这个地方的 那个地幅也不大 不大的时候 那我想这边来震慑黄线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才不会再影响 这边的摊商的生意 那我想这以前早期是家具街嘛 那家具街的话就 可能就要上下货 那上下货的时候 这边都震慑黄线比较多 那因为那时候 不知道什么原因 来震慑机车停车格 那我想时空背景 不一样的 那在这边还是希望 我们最后市政府 把这个停车格来 剃阻来划黄线 然后能够让我们这边的摊商 能够安心的来做生意 市议员曾洁言表示 人一路和人二路店家 都是民众经常采买的地点 路边停车需求 应该因地制宜 考量店家和驾驶人 停车的需求 才能达到双赢的目的 记者黄绍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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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年房屋税开征 一化缴纳 超给力 5 6 7 8 你要回家了 我要去国税局报税啊 现在用手机就可以报税啦 先开启报税网页登录 验证身份 查看查掉资料 税额估算表或编修资料 确认税额 选择缴税方式 线上奖税 零柜奖税都OK 申报完成 而且附件可以拍照 直接上传 不用再跑国税局哦 一手搞定超便利 手机报税最给力 到右边 左边 到左边 今天就到这里 我要去报税了 欸 报税 免出门哦 多种认证方式认你选 可用网路申报 也可以用本人的手机门号申报 这么多种 如果帮你的脚事还厉害呢 而且附件还可以直接上传哦 另外 去年刚满18岁有所得的人 今年也可以选择自己申报 多元认证方式认你选 报税不用周三冠 蛤 你要来回来了哦 我要去报税局报税啊 现在用手机就能报税啊 先判开帮助报税的亚冰 完成新婚纏研 查看调查资料 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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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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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卫星可以拍到的范围可是又大又清楚 而且一个月还回传好几次照片呢 任何人看到山坡第一次违规都可以主动通报 基隆市山坡第一次开挖整地 请通报02-2422-3339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为了要推广媒体试读教育 中佳宽平携手世新大学举办全媒体试读短影音竞赛 共有35件作品参赛 11件作品入围 学生们运用各种创意的拍摄手法 传达媒体素养的概念 由中佳宽平与世新大学 共同举办的全媒体试读短影音竞赛 吸引许多世新学生报名参加 从11件入围作品中选出前三名作品 学生们使出浑身解数 运用各种创意手法 传达媒体素养的概念 获得第一名的团队 用短剧的方式介绍假讯息特征 以及掌握媒体试读三步骤 生动有趣的内容获得评审青睐 假新闻扩散的根本是不懂的思考 一听信他人盲从 给你记批拳 这可不是普通的批拳 是批判性思考批拳 因为我们想说短影音它重点的目的 是要在传达理念的同时抓住目光 所以当初在构想脚本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比较走一个 搞笑风格的一个形式去走 那我们的作品内容 名称就要 废克牛斯大战媒体试图队长 那我们其实当初会往这个方向去想 其实这个东西看起来像是创意 但我们其实是有在用理论的分析 去思考这件事情的 那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说 短影音它有个很直观的事情 就是要把你要传达的复杂理念 去拆分成细项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到 用这个桥本去做这样 其实我们就是用很低成本的拍摄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东西 就是想办法打错出来 然后想办法去做这件事 那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个 就是我们或许不是最专业的那群人 但我们有心理这样 因为我之前也有参加过一些 假新闻长椅的活动 那我会觉得说 其实有很多 现在一直在推出这种 跟媒体试读相关的活动 都可以多去参与 我觉得在拍摄的过程中 也可以更加深 就是这个媒体试读 对现在这个世代的重要性 世新大学校长陈清禾表示 世新大学深耕媒体试读教育 与中佳宽屏持续举办讲座与推广活动 这次更首度以全媒体试读短影音竞赛的方式 透过时下流行的短影音 让媒体试读变得简单易动 我们几年来都非常感谢我们中佳宽屏 让我们有机会来为我们的媒体试读 这一块办一些活动 透过竞赛的方式 大家就会把自己的创意 甚至制作的品质 甚至一些对媒体试读的想法 能够把它提供更好一点点 一般来讲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在三分钟的时间 能够把一个想法 一个故事 一个表演 一个理念 把它说清楚 只要有媒体存在的一天 媒体试读就永远推广不完 特别科技的改变 还有社会结构 甚至于人类生活的演变 社群媒体的发展出来之后 我想媒体试读还是继续要推广的 在媒体素养上面的养成 其实非常不容易 那再加上AI科技 演变传播科技的改变 非常的快速 所以我觉得在媒体素养的教育上面 也必须不断的创新 那我非常感谢世新大学 其实这连续六年来 其实每一年校长都很感人 他都会想出新的这个一些创新的点子 那像今年我们这个短影音 就是一个很好的成果发表 中家宽评为健全媒体产业 致力推广媒体试读 透过各种方式 让媒体试读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 期盼在快速变迁的数位时代下 民众都能培养出全方位的媒体试读能力 世新大学媒体试读 短影音竞赛赛不赞 赞 成功国中一向重视培养学生的英语实力 近期传来了好消息 第100位学生通过全民英检初级检定 还有12名学生更通过了终极检定 沉积亮眼 第一百位学生通过全民英检初级检定 让成功国中师生相当振奋 今年我们这学期在英检的这个辅导上面 编排然后设计很多的练习的体本 那我们在这学期也是帮助所有的学生都完全免费 在课后第九节跟第十节留下来训练 他们听说读写的能力 那孩子呢也是非常的努力 学生们很感谢学校的资源 让他们可以顺利通过检定 很感谢学校给我们这个帮助去让我们大家去考英检 然后也是很荣幸可以通过初级英检 而且是蛮感谢老师把我们留下来练习 然后做一些习题之类的 校方为了鼓励英语学习 对于通过英检的同学都给予奖学金奖励 相信可以进一步发展学习动机 很感谢学校有给 有鼓励我们 就是有给奖学金让我们都更有动力去学习英文 我们这个初级中级的那个奖学金 都是我们校长去募款而来的 我们初级通过呢包含报名费 我们有两千多块奖学金 然后中级就有七千块 今年的一世碑我们的看图说故事第一名 然后还有演讲比赛也是第一名 还有我们去年的作文试赛 我们也是拿到全市的第一名 那我觉得我们的学生非常的棒 然后我们给的资源也非常的丰富 校长很感谢全体师生的努力 让学校在英语教学中有丰硕的成果 现在目前学生超过英检已经超过了一百位 我们希望我们同学能够继续的努力 在英文的这个教学上面 还有学习上面能够更进一步 前面师生继续精进 为成功国中英语教学再创高峰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基隆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基隆报导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新市政奏回来 都紧满了那就随便紧好了 崔山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今天停泛合法 骑楼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行 拍手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并且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陈灾机车放在立脚丫上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投资标股 卖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我刚刚老师就占了十万哦 我刚车到人生第一场金了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 报你吧 只有十个名额 我要加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1.5版诈骗专线查询